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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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次来的时候也被总裁吓个半死 不过别看他这个样子 他可是个名副其实的第二代哦 第二代 他就是沙海之里说的那个不孝子 子最后变成鸟人的那个猪丹 还是摔醒谭政事吧 你们如果要寻找将古神纳入轮回的方法 必须要到极北之地 找特定的神怪取得洪荒之力 让毕业生带你们去吧 他虽然是凡人 但是可以看到上古的灵体 那么颜大人 我去准备一下就出发吧 话说这一集的人物介绍方式好奇怪啊 可能是最后一集了 想搞点特殊的吧 大宝 大宝 小鬼 我好困 我想睡啊 大宝 你不能睡啊 大宝 大宝 你们这玩的也太特殊了吧 有点不对劲啊 哇 好漂亮啊 不对 这不是普通的极光 只有一世界古神的力量 才能产生这种光芒 那个古神 应该就隐藏在这极光之中 出来了 我们要找的古神 竹九岸 竹九岸 竹九岸不通人语 但若是主司帝界的颜大人 应该还是能交流的吧 颜大人 大王 这里是什么地方 这些场景 是我的记忆吗 好让人不安的感觉 竹九岸 啊 那个声音是 父王 竹九岸 江上封神 天庭当立 将要接管三界 地界难如你这样强大的神灵 我准备接受天界招安 让他们放你去往极北之地 地界会由我等维持秩序 并不会毁了你所创造的世界 我会保证这里善恶有报 天理周章 颜大人 你终于醒了 竹九岸只是把我们困在此地 似乎并不想伤害我们 但我们无法与他交流 也不清楚他想做什么 竹九岸 你并未见过本王 但我明白你的意图 我奶奶老大王之女 他没有名字 本王的名字也是他瞎取的 我知道你不在乎这个 只在乎本王治下的地界 善恶有报 天理周章 为此 本王需要你的力量 这个就是朱丹大人说的洪荒之力吗 大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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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啦 好像有什么心事 没什么 我刚才好像梦到了一些事情 虽然不清楚具体怎么回事 不过 竹九岸 我一定会履行好父王的承诺 保护好这里的一切呢 你放心吧 好了 来 走吧 还有一堆事情等着我们忙呢 哦 所以说 再见 就arnya 哈 你因为万像是美国有化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转发 打赏 报告无中 据献人来报 维尔普洛已经被东大陆的大王控制住了 哼 连古神都能解决 看来我确实小看那个新人了 不过正好 敌人如果太弱就没有意思了 哼 小打小闹结束了 接下来才吃正品 可不要太早退场哦 尹大人 哼哈哈哈哈